胃癌化疗方案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肖菊香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内科主人医师 胃癌也是消化道肿瘤 但是它以腺癌为主 那么腺癌为主 我们主要还是以五佛尿密钉 及其衍生物 像我们现在的卡培塔宾 这个GG2 雷提取塞 五佛尿密钉为主的衍生物为主 再下来是博类药物 顺博或者是草酸博 这是我们常用的化疗药物 当然还有像多希塔塞 这种子三存类的药物 也是可以用的 那么到了二线以后 像伊利提康也可以用的 还有像如果是晚期的患者 我们目前通过化疗 我们还有靶相治疗 像我们现在用的安罗提尼 这是抗血管生存的靶相要 还有近年越来越热的这个免疫疫之际 PD-1 要根据患者手术预否 他的肿瘤的TNM分析来决定 像一期未来 我们不论是静下切除 还是做了手术切除 是不需要化疗的 那对于二三期的患者 说后是需要化疗的 我们刚才说的浮咒治疗 一般都是规范的 按照我们的指南来讲 以PF方案为主 也可以用SP方案 这些都是经典的 那么对于晚期胃癌的化疗来说 那它的方案就比较多了 那么它主要决定 是否做过手术 手术后有多久 是不是复发的 或者是它本来以来 就是失去了手术机会 那么晚期和辅助治疗方案 大体是有一些差别的 特别是晚期胃癌 或者是复发的胃癌 没有手术机会的 那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呢 通常选Fernia Medin 和博类两药联合 那么体质特别好 比较年轻的患者 也可以选三类药 三种药物的联合 比如像多吉他塞 联合卡贝塔宾 联合TG奥 或者是多吉他塞联合卡贝塔宾 再联合草酸薄 这样的两药 或者三药的联合 或者是像紫酸醇 或者伊利提康 他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案 来选不同的药物 还有像我们现在国家 我们国产的靶相药物 我们说阿帕提尼 是一个医治肿瘤 血管形成的药物 在晚期胃癌的三线治疗中 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疗效不错 那么现在还有一项 PD-1的临床研究 抗PD-1的治疗 免疫治疗的加入 再根据患者的情况 联合或者担忧 也取得了不好 不错的疗效